来看美国 美国近日承受了18年来最严重的冬季风暴袭击 七成的美国国土遭到冰封 而南方德州创下了创进路的大雪 低温摄氏零下22度 当它的发电厂当机 400万户停电 没有暖气 该怎么样度过这几天 美国各地都传出了打破最低温记录 新冠疫苗的运送大幅延迟 断电之后应该要冷极度低温 几乎冰冻冷藏的心动疫苗 会不会坏死 那么拜登上任以来 美国的疫苗注射战大幅增加 周二首次开设 由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成立的大型疫苗战 加快施打的速度 冬季风暴袭击美国 全美近400万户家庭无电可用 不少人纷纷躲进自家车里 因为这是他们能想到最温暖的地方 突如其来的断水断电 德州成了重灾区 就连气温也从零下二度 骤降到零下二十二度 已经传出有居民因为受不了 严寒而丧命 当局则紧急开设三十五间 可容纳一千人的避难所 不只是德州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 这波北极气团持续向南移动 包括密西西比奥克拉荷马等州 都发布了冬季风暴警报 相当于全美1.05亿居民 都笼罩在冰雪当中 门前任子向快被厚厚积雪给淹没 就连走出家门也显得困难重重 目前更传出至少有15人 因为天气相关的交通事故而丧命 光是这周二 至少就有二十个城市出现 记录史上低温 白雪更覆盖了百分之七十三的 美国国土 创下2003年以来最大 而这也使得新冠疫苗的运送 大幅延迟 其中断电最严重的德州 则抓紧时间 赶紧把需要极低温冷藏的疫苗打完 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疫苗注射占的数量大幅增加 目前有将近3970万人 约12%的美国人 施打了至少第一剂疫苗 已经完成两剂施打的 则有1500万人 就在这周二 第一间由美国联邦 紧急事务管理署成立的 大型疫苗站在加州开设 早上九点开门时间还没到 外头已经出现长长车阵 因为来到这里打疫苗不但速度更快 拉丁裔等少数族群也不怕打不到疫苗 虽然加州已经超越纽约 成为全美新冠死亡人数最高的州份 但美国疾病管制健康防中心CDC 则在周一捎来好消息 因为美国新冠住院的总人数 已经降到一月初高峰的一半以下 新冠病毒人数则创下去年十一月以来最低 就连单日新增确诊也连续十天下滑 降幅超过百分之二十 不过也有专家担心 大众可能会被这些数字误导 因为他们预测全美到了三月 可能会因为英国变种病毒 再现一波疫情高峰 就怕变种病毒再来乱 美国的疫苗制造商诺尔瓦克斯已经表示 他们正在测试一个全新版本的疫苗 专门就用来对付南非变种病毒 至于已经在美国开打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也被公认对抗英国变种病毒有效 TB的新闻最后报道